我们说地理的同时结合历史 其实无非就是自然跟人们 我们旅游去的时候 要么是看山 要么是看树 山上也长着树 然后除此之外呢 就是说 气候 这叫自然 就是所谓的这种 没有这种 主观意识的 这种生命 有没有 山里面有没有 分子 细胞 都有 那都是生命 人文 那就是说 动物这些人 我们 说历史呢 我们 下一节再讲中国 那个就更神奇 我们先从历史说 近代史 我们就不要多讲 渐渐的推向以前 四大文明古博 有限来的东西 也是越来越少 虽然说中国还在延续 但是 要好好地传承 其他的 就是支离破碎 好的技术 这个 文化 全部都慢慢地 散落了 有没有 还有的地方还有一些 能整合了 找不到根源 就像现在的科技 看哪都好 哪都要研究 到底想研究什么 嗯 在此 之前呢 这才几千年 动不动 现在就说 考古研究 我们说 恐龙时代 也这样那样 甚至地球 这个产生的什么 你这几千年你都搞不动 你自己的生活都搞不好 当然 我们研究这个天文地理 就是可能 就真的 为人处事 方面 就放的精力少 但是 人最重要 还是生苦 我们此生 把这个人做好 把身边的事 打对好 就行 这个 在此之前 叫 史前文明 西方 这个 说史前有五次文明 有说四次 也有说的各不一样 什么 这个顺序 我们都打乱了 就不去把经历 再计较之下 就大概理解是什么意思 我们讲东西 不要什么 照本相关 像其他的 主播一样 什么什么 搞你怎么怎么样 就算是那样 但是他里面有很多的 毕竟你不是那样 所以说你 你讲的那么那么 自证枪圆的 有什么 没有 跟现在更接后上 有什么更大亚文明 这个 亚特兰蒂斯文明 苏美尔文明 利索亚什么什么 就是 反正西方那些文字 听起来西西国外 还有这个巨人 巨人族 巨人族其中 这个中西就有结合 大概那个夸父 就是巨人 包括他和皇帝赤友堂 都是一个时代的 后裔 这就是中国的这些 但是就是说他们这些呢 也都发生在地球上 比如说刚开始的文明是原有第三只眼 现在有没有 宋国庭 科学也发现了 很多人他这不开窍 他就看不到 我们人他把很多功能给隐藏了 就是那个时候人什么 这个一米高 然后男的 有这个 女的他他没有 他得听话 然后包括生孩子 还要跟老天商量 后来就是植物能一些文明 就是发展植物的 还有的科技 亚特兰蒂斯特别强大 然后下一个实在强迫